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末将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利齿 有可能劝罗延庆归降 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哦 岳飞这一听 好啊 就劳烦杨将军 不敢 杨再兴 率领本部人马出城 将场之上杨罗相遇 各位 好看了 这哥俩这一列阵 双方的兵士啊 各自往对面瞧看 手下人不知道这二位的关系 以为就是两军对垒呢 好这一看 杨再兴是一身白 银盔银甲 速罗战袍 拨龙马 掌中滚银枪 这是说越全传原文 实际就是亮银枪 杨再兴白了 这倒随老杨去 再瞧这罗延庆 要按说罗延庆啊 各位 要也随老罗家呢 也是白两 那罗成啊 玉面小罗成啊 所以按说罗延庆 也应该是白两 但不行 说越全传的作者呀 为了让这二位啊 有所区别 给罗延庆来个红两 罗延庆是金盔金甲 大红战袍 胯下浑红马 掌中一条虎头造金枪 他这由头上到脚下 要么红要么黄 脸呢 是面似朱纱 淡红脸 您看 我之前 我说明英烈 我提到过 我们说书界的老前辈 老先生啊 总结这个八红八黑 这脸谱 其中这八红 因为今天说的罗延庆 其中就有这个面似朱纱 面似朱纱 面似鸡血 面似赤炭 面似种枣 面似胭脂片 面似生羊肝 面似吹灰 面似蒸笼蟹 八种赏 老前辈 老前辈 变得好啊 前四种 由浅到深 朱纱 这朱纱这个红可就不是大红 就这种浅红 由朱纱到鸡血 鸡血可就比朱纱要深了 赫说这人 跟打了鸡血似的 经常说这么一句话 这个呢是面似朱纱 面似鸡血 接着还有两种 面似赤炭 红脸当 就是咱们说书的 常说的 这人红脸当 面似赤炭 就是这种 那比鸡血的色 又要红 最后 面如种枣 这您就熟悉了 关云肠 他这种枣呢 实际上就是紫红色 紫红脸当 就是最深的一种红了 所以说这四种 这是前边这四个 接下来 这四个 面似胭脂片 过去 女人 抹着胭脂 这种红是最正的 这种红也是最好看的 所以这是面似胭脂片 因为这种红发亮 所以呢 化妆 哎 甭管是涂胭脂也好 是抹胭脂也好 所以说这胭脂片 这个嗓是亮红 那么跟胭脂片相对的 就是生羊肝 生羊肝这嗓呢 就是暗红 所以说这两种 是对着的 最后这两种 面似吹灰 面似蒸笼蟹 这两种也是相对的 这两种什么意思 什么叫吹灰啊 抽烟 点上这支烟 一桌 烟自然都得发亮 就那点亮光 那亮星 那个嗓 是红的 那种嗓叫面似吹灰 就把这个烟灰吹掉了之后的那种嗓 那么这种嗓实际上呢 哎 有红 但是呢 红得很短促 那跟它对着就是蒸笼蟹 蒸这螃蟹 这螃蟹生的 这叫面似生蟹盖 这是在八黑脸谱里 这是发灰的嗓 那么给它搁到蒸笼里 搁到锅里 这一蒸 面似蒸笼蟹 蒸出来这螃蟹是红的 那么这种嗓跟那吹灰对的 一个短促一个长 那么这个嗓 自然是比较长 比较亮的这种红 所以说呢 这是跟吹灰相对 后两种是这两种 加起来这八个脸谱 就是八种红 那么今天罗延庆 他这脸上 就叫面似朱沙 面似朱沙就是这样 弹红两 骑红马掌中虎头造金枪 两个人将场相遇 刚才说了 前文书咱也说过 这二位是好朋友 但如今江场对面 杨再兴细作的很足 你要看经中说阅 说阅全传原文 这写了一句话 杨再兴把眼色一丢 什么意思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 使了个眼色 但是钱采在这写 不写使了个眼色 说把眼色一丢 一丢眼色 这字用的太恰当了 那说怎么叫一丢啊 这丢我们知道 这丢不是丢手绢吗 丢东西吗 那是咱们通常说的 口语话的意思 最通常的意思 那么这就不一样 这就是十个眼色 江场这一对面 杨再兴一瞧罗延庆 一震 一动 这叫一丢 所以说这丢这字 您别小看这字 这字好像看着很俗啊 很通常 但实际这字呢 意思很多 这个 上边一撇而叠 一个去 大汉朝 杨雄写父那位 杨雄就说过 说一去不还 实为丢 你要猜字明 就是一去不还 打一字 就是丢 什么呢 他就把这品当作一 下边加一去 一去 那不还 这么讲 是您都丢了 他怎么还回得来呢 自然是回不来 不还呢 所以叫一去不还 实为丢 咱通常说丢 丢东西了 丢气 这是通常说的 实际上呢 这丢有很多层意思 咱说里丢了个眼色 使了个眼色 这也是丢 武术里 丢了个架势 丢了个解数 这也常说 什么意思 就是摆开架势 把解数施展开来 有施展的意思在里边 这也是丢 所以说这一个丢字 有很多层意思 那么今天呢 杨再兴 冲罗延庆 把眼色一丢 先丢眼色 紧跟着嘴里 说了一句话 来将通名报姓 这不胡来吗 您二位多少年的朋友了 多少年的交情了 好 将场之上 还得通名报姓 那是 不能叫当兵的 看出破绽了 罗延庆呢 也明白 长沙王 罗延庆事业 你是何人 岳元帅 麾下都统治官 我叫杨再兴 您听杨再兴报名 没报我 山后杨再兴 那意思 我老杨家后人 不报这个 报的我是 岳元帅 麾下都统治官 什么意思 罗延庆 贤弟 告诉你 我现在在岳飞帐下 是都统治 我比一般人都要高 一般人就是统治官 我是都统治 统治里边的头 这是提醒罗延庆 哥哥我混得可不错 你赶紧随我来 这层意思 可就通过通名报姓 已然传递给罗延庆 罗延庆也明白 两个人各自会议 一个催坐下 搏龙战局 一个催坐下 魂红马 一个是滚银枪 一个是造金枪 两个人将场之上 是站在一处 这一打 各位 二十个回合 难解难分 两旁当兵的这一看 杀的真热 两条大枪 真厉害 一枪比枪急 一枪比枪紧 当兵的看得入神 实际上 全是假招 全是花火 这二位从小就在一块 没事净练武 就有点类似于 传枪递检的意思 那两个人耍这枪套子 枪花 那太熟了 别看多年没见了 基本功还在 默契还在 所以在将场之上 这二十个回合 一时之间 瞒住了所有兵将 二十回合一过 杨再兴一看 差不多了 虚点一枪 果转码头 往下就拜 杨再兴 往下这一拜 罗延青就明白 在后紧追 杨再兴这一拜 没往潭州城里拜 往潭州城里拜 这戏就演不下去了 叫落荒而走 跑出十几里地 眼前一片树林 杨再兴一看 周围左右 并无有旁人 把马可就放慢了 到树林之前 这匹马可就站住 罗延青也明白 追到窃进 两匹马呀 一头一尾了 杨再兴 杨再兴把马这一搏 贤弟 别来无恙了 哥哥 您挺好啊 贤弟 如今于兄我 在岳元帅 帐下 严是都统治 贤弟 还不欠投名 你我兄弟 共在一处吗 一句话 罗延青怎么样 应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也说这 这罗延青 这太好说话 那是 您得想这两个人 什么交情 杨罗呀 这二位虽然 在评书里 这两家没遇见过 因为一个大唐朝 一个大宋朝 咱不能给说出 关公占秦琼的事 但起码来说 那都是 这两辈 老前辈 都是互有耳闻的 对不对 你起码都知道 尤其到了他们这二位 那一听说好 对面老杨家后人 对面老罗家后人 那互相的都有耳闻呢 所以说 再加上这二位 一直关系都特别好 只不过是多年未见 所以说今天杨再兴这一劝 罗延青啊 也早有反心 那老在杨幺手底也不是事 所以说就这样 罗延青 当时可就答应了 不过呢 跟杨再兴也说了 说我现在 不能马上倒戈 我呀 暂时把大营扎在潭州城外 日后再说 还要见机行事 哎 有了机会了 到那时 李英外合 倒反这座 洞庭湖军山大战 杨再兴点头 两个人 又说了会儿话 然后 杨再兴在头了跑 罗延青在后的追 两个人又重新回到疆场之上 又假打了几何 这么着 这才 两下里各自收兵 杨再兴 回转弹州城跟岳飞一说 岳大帅心中高兴 又得一员虎将 罗延青按兵不动 就在潭州城外驻扎 四机行驶 书说到这儿 杨再兴 罗延青这段 暂时也就说过去 与此同时呢 洞庭湖军山大战 屈原宫一直没闲着 上回书咱也说了 要练一座五方大阵 要困住岳飞岳鹏举 您想 岳飞哪能说 光顾着城外 罗延青的人马 不派探马去打探 军山大战 那不可能 早有探马回来 禀报岳飞 就把屈原宫练兵的事 跟岳飞说了 岳飞啊 听在耳中 记在心里 单说这天晚上 岳飞一琢磨 屈原宫练兵可有日子了 我呀 出城瞧瞧去 哎 出城到洞庭湖边上 找个高处 我呀 往洞庭湖方向观桥 我倒要看一看呀 哎 他呀 练的是什么兵 尤其到了晚上 夜深人静 也没人能发现我 岳飞打定了主意 岳飞叫上谁呀 心腹张宝 马前张宝马后王衡 这是岳飞两个心腹 经常带的是张宝 岳飞 煮不好张宝 将帅两个人 定今天 可就尤打 潭州城里出来了 没骑马 步行 来到城外 到城外 湖边上 树林以内 将帅二人呢 找了一棵最高的树 这树有大有小 有高有矮呀 找了一棵最高的树 张宝 在树下 岳飞 蹭蹭蹭 上了树 爬到 这树的顶端之上 岳飞要偷观对岸 敌人的动静 趋元宫百五方镇 我得好好瞧瞧 定今天出来 这儿瞧瞧 郑然看着 书中交代 也就是二经十分 岳元帅看得 郑然入神 猛然间 不知何处啊 听得 弓弦声一响 巴达 为大将者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岳飞岳鹏举 那是帅才 更蓬说了 但到现在 各位 耳听八方 够了 眼观六路 不可能了 为什么 大晚上的 夜里 您说让岳飞 眼观六路 哪哪都瞧得清楚 那不是岳飞 那是石签 那是博二鼠博胜 那长夜眼 岳飞可不成 所以说岳飞 听得攻险 想知道坏了 有人放箭 但知道坏了 也晚了 与此同时 岳飞就感觉 泪不知上 重上一箭 噗 这一箭就进来了 那也说 这一箭射得也太容易了 那岳飞 那得有盔甲 有盔甲甲咒 不然 您别忘了 岳飞带张宝 出来干嘛来了 看敌营来了 连马都没骑 您想怎么 头上顶盔 身上冠甲呀 无有盔甲 而且刚才说了 岳飞蹭蹭蹭爬树啊 岳飞要身上穿着甲罩 好几十斤的甲 蹭蹭蹭爬树 甭说岳飞 搁谁也不行啊 所以身上并没有沉重之物 就是一身变装 那哪有遮挡之物啊 当时这一箭就重上了 岳飞叫声不好 得亏啊 岳飞啊 抱这树啊 抱台算磁石 不然的话 就这一箭 那就从树上就摔下来了 箭没射死摔 那也够恰 即便这样 张宝也听见了 坏了 张宝这时候 可就没公文顾 说这谁射的箭 找人 那顾不上了 张宝蹭蹭蹭 也上了树 把岳飞 有打树上 护送下来 等将帅二人下了树 到了地上 张宝把岳飞 往这一放 这一看坏了 短短呀 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呢 岳飞已然 人事不行 呦 张宝一看急了 好 这要大帅 有了危险 甭说我一颗人头啊 我十颗人头 也顶不过大帅 不敢怠慢 把岳飞 背在身上 撒鸟如飞 回转潭州城 来到帅府以内 好 一通知大伙 大伙 全惊动 岳飞这事 是很小心 不是说跟大伙说 今夜我夜叹洞庭湖 没有 就带着张宝 将帅两个人去 一般人也不知道 所以说张宝一通知大伙 好 众将 齐来帅府 这时候再看岳飞 岳飞 躺在床榻之上 各位 面如脖子 气若由丝 这人呢 可就快完了 气若由丝 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的气 又把大伙 吓坏了 其中最害怕的 那自然是小将岳云 父子连心呢 那毕竟 那是自己的爹爹 好 岳云当时可就急了 毕竟是个孩子呀 一时之间束手无策 这怎么办呢 赶紧吧 请军医官吧 好 把军医官请来 这一看 很明显 这是中毒啊 这是中毒的迹象 好 等把这只剑起出来 不用看箭头 就看身上这剑眼的伤 剑往外的一拔 从这剑眼里流的都是黑血 那还用说吗 这必然是一只毒剑 哟 岳云问这军医官呢 啊 您看 我副帅 这中这毒剑 这什么毒啊 军医官一看 哎呀 学生也才输学浅呢 不认识 这这这这这怎么办 他都没辙 您琢磨 这谁还能有辙呀 好 一时之间乱做一团 岳云毕竟是个孩子 忍不住 哇的一声 岳云可就哭了 岳云这一哭呢 几个年轻的小将 哎都跟着哭 一时之间哭乱之声 可就做了一团 就在大伙 要么哭 要么着急 要么哀声叹气 一堆这样的声音中间 猛然间有人呐 乐 岳云听的特别清楚 谁呀 顺声音回头 呦 岳云一瞧是他呀 岳云心里有底了 其他人都没辙 都哭 他乐了 他一定有主意 平时我也知道 这人最厉害呀 最有本事 他是老太后干儿子 干儿子本事大 我练起来 我得管他叫二叔 我得好好问问他 他既然乐 肯定有能耐 有本事 恐怕就知道我富帅 这重点什么毒 想到此处 岳云来到且进 二叔 我的好二叔 我的好牛二叔 他一说 牛稿 撇唇咧嘴 啊 简直 什么事啊 我刚才 听您乐了 啊 哪写着 不让乐了 是没写着 不过您看我富帅 都这样了 您还乐得出来呀 啊 他那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 他那样 我就不能乐了 嘿 岳云这一琢磨 这话都横着出来啊 二叔 您看 我们大伙 都没主意 不知道怎么办 眼看 我富帅 危在旦夕 您看 您能不能 想想主意 我知道 您阻止多谋啊 哎 您这 赛诸葛 小陈平 张良在世 行 你什么意思 我们呀 知道您 有本事 哎 您平时 您本事就大 水平就高 您 有能耐 知道我有能耐啊 知道您有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啊 岳云这一琢磨 反正知道您有能耐 您到底给断断 您看看这 怎么回事吧 牛狗 假不假事 倒进钱 不就是 中个毒箭 啊 也至于你们这些人 大惊小怪 怎么着 没见识个毒箭呢 瞧 看我的 大包大了 那劲上来了 岳云这些人都瞧着他 再瞧牛狗 在身上摸 摸来摸去 摸去 摸来 摸出一粒丹药 各位 前文书咱可说了 碧云山牛稿二次学艺 从师父那儿 逃换了三件发宝 说是逃换 实际是愣药 哎 一只穿云剑 一只一只破浪铝 再有呢 就是这仙丹 今天摸出一粒仙丹了 牛稿 牛稿拿在手中 来呀 取滚水 你说什么叫取滚水呀 就是开水 他呀 不要什么无根之水 不用 也不能用一般的凉水 用热水 用烫子 用开水 不多时 把水取来 倒在一个碗里 牛稿呢 把这丹 往碗里这一扔 拿这热水呀 把这丹 盐开了 盐开之后 让人 好 扶定了岳飞 这边 拿宝剑 一撬岳飞 上下牙床子 就把 这碗水 给岳飞灌进去 仙丹已然 化在其中 半个时辰之后 再看岳飞 悠悠转醒 那意思就要挣扎着 望起坐 后边有人扶着 刚把岳飞扶起来 好 岳飞猛然间 拔嘴张 吐出来的 全都是星会之物 都是黑的 牛稿一瞧 行了 毒牌干净了 怎么样 大哥 没事吧 岳飞看了看 贤弟 是你 把我救过来的 啊 除了我 您琢磨 还能有别人吗 这东西 别人 没有啊 是是是 好啊 那 自家弟兄 我就大恩不言谢 您这话 从何说起 应该 岳飞 这是没事 牛稿 可不算完 各位 牛稿 这个人 粗衷有戏 整套说越全传 从头到尾 活得最长的是他 既然活得最长 必有其过人之处 牛稿不算完 牛稿瞧了瞧了 大哥 您命是保住了 可有意见 您出去 探看洞庭湖 这事儿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那敌人就更不知道了 那么这支剑是谁放的呢 必然不是敌人放的 一定是自己人放的 肯定是有人看见您和张宝出城了 尾随其后 暗地之中放了此剑 好 您把剑给我 我倒要看一看这剑 是谁的 牛稿没完 岳飞一听 哦 剑在哪里呀 旁边军医官 赶紧把剑 往这一递 再看岳飞 把这支毒剑接过来 看了看 二弟 此剑上 并无有记号 说完这话 咔吧 将毒剑一决两段 没扔 把这两支断剑呢 往自己削筒里一插 过去古人这有削的 削筒长的 好 直接插在削筒里了 你牛稿再想要 再想看 看不见了 要不过来了 大哥 您这个不对 这剑上定然有咱们的记号 咱们 这哥几个 谁使什么剑 那剑上都有记号 您说这剑上没记号 恐怕不对 您想必是没看见 您给我 我两只眼睛1.5的 我替您瞧瞧 我看这剑上肯定有 那你说这剑上有记号 怎么回事 过去的人这个拉弓射箭 武将都会射箭 这剑呢 每人都有剑弧 每人都带着凋零剑呢 燕尾剑呢 三愣透甲锥 都有这些 那么这剑上呢 为了区别 张三跟李四 别拿错了 怎么样 剑上都有记号 您比如说这位将军姓丁 这好办 在这剑杆上啊 刻个钉子 一横一竖一勾 完了 那你说那这位将军姓蔡呢 这麻烦点了 这就别刻这姓 这菜笔画太多 怎么样 就刻一个别的记号 刻个三角啊 刻个对钩啊 画个小人啊 这都没准 反正怎么着都得有记号 所以说今天牛稿跟他要 说要叫我看看什么记号 岳飞不给 嗯 牛稿这一琢磨 大哥 您这可不对 这 大伙 也得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你们说 是不是 牛稿这一问大伙一听 也是对啊 元帅 咱们各自都把剑拿出来 比对比对 不就知道了吗 岳飞一白手 此剑 不是我赢之人所舍 大家伙 就不用争了 我大病出狱 我也得休息 众位贤弟 各位将军 请回吧 岳飞一下这道令 大伙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那别在这待着了 人大帅说的有道理 人得养病 人得休息 好 众人呼噜噜 全出来了 大伙都走 二爷牛稿没走 牛稿等大伙都走了 此地就剩下岳飞岳云 父子爷俩了 牛稿瞧了 大哥 您既然下令了 小弟我也不给您争计 可有一节 说到此处 牛稿在怀里 又摸出一粒丹药了 递到岳云手里 贤侄 拿好 岳云把丹药接过来 二叔 您这是 我下山呢 师父就给了我两粒丹药 方才用完一粒 还一粒 还够一次的 哎 我们大哥呀 好心眼 他不追究 可我明白 这 也就跟你们爷儿俩说 贤侄 尤其是你千万记住 还够使一回的 再有第三回 你甭说叫二叔 你叫二爷也都没用了 我可没有 哎 一共就这两粒 你 收好了 各位 所以说牛稿这个人 血腥赤胆 这两粒丹药 跟报方老祖要过来 报方老祖当时 原话跟他说的是 下山岳飞有危险 用一粒 那一粒你自己留着 牛稿没留 牛稿对着大哥 各位 那真是可以说没得说 所以为什么后来岳飞的一死 牛稿占据金顶太行山 不接受大宋朝的昭安 要没有二爷 二公子 月雷扫北 那牛稿绝不跟着 那只不过还得保着 我这二侄儿 哎 这才身为监军 二打金无诛 到最后 虎其龙被双百岁归天 那才到说月最后一回 所以牛稿对岳飞 一心无二 没得说 两粒救命先丹 全给了月飞了 那说那牛稿日后没得使 对 为什么 因为牛稿用不着 福大命大造活大 他这人物就相当于程晓金 胡大海 就这类人物 什么时候把牛稿说死 这套经中说乐 收官结尾 学徒给您再换新书 你非得听到牛稿死 这书就已经完了 这牛稿轻易死不了 用不着这仙丹 所以把这仙丹交给了月云 叮嘱几句 牛稿也走了 月云保着父亲回到后宅 月云也不明白 小孩纳闷 副帅 射箭这人是谁 还是我都猜出来了 您为什么不治他的罪 必须治他的死罪 岳飞一笑 海儿 你要知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个人呢 他是因为觉得我赏罚不公 所以心中记恨于我 今日暗地里设我一见 他对我不仁 我不能对他不义 我呀 得以敢得化之 我不能治他的罪 让他日后啊 自己幡然醒悟 到那时啊 再说再讲不迟 您看 这就是岳飞的观点 得饶人处且饶人 给人留机会 让他自己知道悔改 但您别忘了 评书里还有这么一句话 杀恶人即是善念 有的人 您给机会 他可以改 浪子回头金不换 翻人醒悟 哎 这有的是悬崖勒马的 但有的人呢 您给他多少次机会也不行 那这样人就属于是坏人 那么今天设岳飞这位 我不说您各位也明白 只要听前文书 您也就知道了 这位一次还不算完 日后还有下回 到那时 咱们再说不迟 这边岳飞岳云 父子安歇 暂且不提 翻回头来再说洞庭湖 军师屈员工向杨妖揍饼 说 五方阵已然炼成 就等您下旨了 下旨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 又岳飞进阵 到那时让王佐 去匡岳飞来到此地 哎 我把五方阵这一百一列 蒋岳飞困在其中 水面之上 让大将花浦方 带领战船 阻挡韩世忠 不求胜 只求韩世忠 不能接应 也就是了 屈员工这一说 杨妖一听 心里没底啊 不知道这五方阵 有几成的胜算 好吧 那军师啊 你就把这些 需要 取阵 这些事情啊 你再交代交代 再准备准备 彻底准备齐臂之后呢 你再来 回复于我 好吧 屈员工下殿 再去做准备不提 屈员工走了 整个大殿之上 剩下的人 可就是杨妖 还有杨妖一些至亲之人 一旁边转过一个人来 千岁 兄长 据小弟看来 不如同岳飞讲和吧 杨妖一瞧 说话着非是旁人 自己的兄弟杨亲 前文书咱说了 杨亲暗献地理独 这样岳飞 让韩世忠打破了蛇盘山 把杨妖全家老小 可都擒获了 就是这杨亲献地理图 今天这杨亲又出来了 一说 不如跟岳飞讲和 杨妖这个人呢 也是耳软心活 因为方才屈员工说呢 他琢磨着呀 没把握 心里没底 让杨亲这一说呢 哎 先帝 你什么意思 你看这样 先不打 我不财呀 我去趟潭州 我代表您呢 跟岳飞讲和 倘若能让岳飞退兵呢 咱们哪怕多给他金银财宝 多给他粮草资重 也行 不知您意下如何呀 哎 贤弟 你说这倒是个好主意 要真能不打咯 哎呀 两下里西兵霸占 这可是个好事 那 贤弟你 受累 辛苦一趟 为哥哥分拥 理所当然 我呀 这就去 说完之后 杨亲刚一转身 脉步要往殿下走 猛然间 这边又闪出一个人啊 父王 孩儿不才 愿陪王叔同去 就这一句话 杨妖 甩脸观桥 哦 说话者非是旁人 驸马武尚志 前文书咱说了 杨妖的闺女 许配给武尚志 武尚志 现如今身为驸马 所以说呀 他管杨妖叫父王 那么杨亲呢 是杨妖的兄弟 自然叫王叔 武尚志这一请英 杨妖一看 好啊 尚志要同去 那就更好了 武尚志这一讨令 杨亲听到耳中 回头这一看 他跟我去 我去可是有目的的 我要倒反这座军山大寨 这武尚志要是去了 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杨亲不明白 杨妖也不明白 武尚志心里可有数 您各位心里也有数 杨亲武尚志 两个人双双往谭州去见岳飞 引出来岳鹏举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勿走小山河 谢谢各位 咱们下回再说 喝 喝 我们 Had哈 有些挑战 搞定 包括 adi